Leo聊四季 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我們來看高面人對場硬家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的衝突 先來介紹一下王者選擇的文明是高面人 高面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農田是不需要蓋模仿或是城鎮中心 就可以立即在農田採收食物 所以他在各個角落都可以蓋下自己的農田 去做採收食物 這個能力讓他的採收食物的效果非常快速 高面比較特別的地方還有這個房子 可以把這個村民收進去 而且一棟房子裡面可以容納十個人 所以如果你不太擅長去圍資源點的玩家們 可以嘗試看看高面 只要在伐木場旁邊放下一個房子 或是在模仿旁邊放個房子 只要一有人來騷擾 抽門就可以直接收到房子裡面 相當方便 高面人後期主要是打肉馬跟重裝騎士 還有大象 作為主軸的還有奴炮 奴炮象也可以考慮一下 其他方面算是普普通通 不會太推薦 接下來看一下 右這邊是選擇了硬家人 那硬家人最大的特色 是軍事單位有所有食物的減免 槍隊長 投石手 老鷹 戰毛兵 這些單位都有減免的費用 那硬家人呢 他的經濟來說 不像其他南美洲文明這麼的優勢 基本上沒有其他的經濟加成 所以他的玩法比較像是哥德那種玩法 需要你去大量農出經濟來 之後呢 趕快再去爆更多單位 去反刺敵人的玩法 那硬家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老鷹 還有這個槍隊長 擊兵啊 槍弩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他的投石手也比較特別 是專打步兵單位的 但還好這場viper是選擇了高面人 是比較偏騎兵的 但騎兵部分 硬家也有這個槍兵 跟這個槍隊長 所以要應付來說 還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這邊地圖看起來是有在前方 黃金在左邊 果子在後面 右偶的這邊地圖看起來不錯 有三片墓區 比較慘的是附金在野外 我覺得算是勉強幾個 畢竟那個金也算是偏後面一點點 那miper這邊黃金則是在後方 果子在前面 前期來說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果子在前面 但是他兩塊附金也在前面 所以這個地圖 有點算是誰控制的前方 誰就贏了這場遊戲的感覺 所以這裡要趕快插下城堡 去做控制對方附金的動作 不然這個主金挖完了 基本上就暴斃了 好 那這邊看到miper 已經點下了支部技術 封建子彈已經點下了 17B補下 非常快速的 好 那待會應該會先下個軍營 打一個極限肉碼開局 軍營還沒有放 這裡 是不是忘記了呢 唉唷 唉唷 不放軍營 難道他要大撒農田 也沒有下魔防 好 先下一個一騎伐木 唉唷 直接下馬舊 啊 不好意思 因為高冕人喔 他是不需要任何的科技建築物 直接下馬舊的 那他這邊不下軍營 可能也覺得自己用不到 裝甲步兵之類的單位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省下非常多的木頭 去灑出自己的農田 這也是高冕在升級上的一個優勢 不需要四級或兵工廠 也可以點到這個城堡時代 他這個效果讓他前期 就可以多灑一點農田 然後產出更多的肉碼 但vip這邊也沒有馬上 就按下非常多的肉碼 只按了一隻之後 就沒有再按了 右這邊則是轉出工兵開局 槍兵有在按喔 而且很快就點下一集射了 但現在vip這邊有農田上優勢 已經灑了 大概八片田左右 這時候又才剛灑下第一片田 這就是高冕前期的配置優化 哇 這麼快是頂尖選手 這個細節也是做好做滿 好那看到vip這邊 對方有下射箭場 在家裡補下了毛兵 毛兵第一時間攻擊對方的工兵 自己用村民打爆後方槍兵 這裡補下一集射 手太短了 這邊肉碼來到了三隻 當然家裡有槍兵的關係 要騷擾到有點困難 這裡打算是要用自己的肉碼 去包抄掉這一桌工兵的樣子 那又沒有就去追嗎 還是要包抄一下 老鷹看到撤退 槍兵過來 第二桌工兵又再來 家裡只有一隻毛兵 哇 vip這邊可能會有點危險 但還好房子可以躲人 躲兩個人進去 拉了一隻村民過來幫忙打下槍兵的血量 打完之後再放到房子裡面 這個就是高免的村民收村之處 只要有房子 基本上死村很困難 除非自己失誤 那鷹家人這邊點下了一攻的升級 來增加一下老鷹的傷害率 那現在vip已經準備要點下了城堡時代 黃金稍微缺了一點點 補了一個市集 點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要不要點個一防呢 我可以有點 因為這邊工兵太多了 自己要用毛兵去對抗的話 點個一防殘年擋得住 不然對方的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哇 這裡被點掉了一隻肉麻 工兵數量還有十隻 這個還是要小心一點 好 那高免移到城堡時代打的戰術呢 是決定要來打城堡時代的騎士開局 那也有可能是打肉麻開了 也不一定會打這個重裝騎士 不是重裝騎士啊 一般的騎士 好 這邊直接抓到對方的工兵 收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工兵數量只剩下三隻 這邊毛兵完全抓到了右的 所有的工兵的路徑 哇 這邊做得非常好 本來剛剛上城堡時代的壓力會很大 現在收掉這些工兵之後 壓力就會小了很多 好 一升到城堡時代之後 點下了二級農二級木 出了一隻騎士出來 那看到騎士的右 大會一到城堡時代 可以考慮下個修道院 大會來招牆一下對方騎士 先補了一個軍兵之後 再下了一個修道院 做為反制喔 好 那這裡也補下了一個奴炮 那高敏的奴炮也是蠻厲害的 他只要點下金罐技術之後 就可以射出兩發奴炮 雙重奴炮 城堡中心補在前方 要趕快來挖石頭 控土了 這邊中間趕快控下來 不然待會就要斷金了 右這邊則是把城堡中心 開在右邊這個地方 兩邊打一個算是偏龍喔 沒有在一個初期打架的意思 但右這邊勞鷹按的數量有點多 來到了八隻將近十隻的數量 但是Viper家裡 則是轉出了四台奴炮 做防守 這四台奴炮有給到壓力 好 這邊又決定要來前壓 共乘七製造所了 反正是認為自己 目前是雙TEC喔 有點經濟落後了 所以打算用強軍式去換點經濟 目前Viper這邊是六四村 對上四十六村 經濟優勢領先非常的大 但高敏這個文明喔 算是在城堡時代初期 還有這個帝王時代初期喔 是比較強大一點的 因為高敏人的後期喔 經濟有點不太行 科技來說不太行 因為他的後期呢 是沒有救贖思想 也沒有火炮 之類的科技喔 可以去做反制的 後期的科技 會比較難打一點喔 但是他現在有 他有點像是 類似波蘭的玩法 需要在城堡時代 拿到 大量經濟科技之後 然後用帝王時代初期喔 轉出大量兵喔 去壓制對手 才比較好打贏喔 越拖後期 越對高敏越不利喔 反而是 硬家這邊喔 越拖後期 反而對他越有利 因為這個食物消耗減免 再加上後期 有農起來的情況喔 高敏要擋下 其實不太好擋 這邊看到硬家 直接拉非常多的老鷹 直接前壓 這邊老鷹數量 來到了12隻喔 非常高 而且還有點下二攻喔 這個強軍是 點到最滿了 二攻坊都有 那高敏要打贏這個 老鷹爆的話 通常就是出大量的騎士喔 或是大量的肉馬 當然奴炮也是可以考慮的 當然奴炮也是蠻害怕老鷹直接衝進來 打個一波的 所以還是要有少量的後面的騎士單位喔 再做防守 好 先抓掉後方的投石車 老頭在後方 沒有去招翔 好 這邊有大量的肉馬過來 輕騎兵好 一馬升級好 一變身 直接直擊後方的老頭 砍掉了一隻老頭之後 第二隻也收掉 完美 OK 高敏這邊 加里農田直接被直擊 奴炮也是被衝了進來 直接被收掉兩台奴炮 但是老鷹的數量還是很多 應該還是有機會再拿下 但是來不及砍掉 就被擋了下來 哇 這一波看起來 vip有點小賺喔 而且現在村民宿還是領先當中 村民宿領先約22村喔 那這片肉馬呢 也是打鬥對方所有的老頭 老頭完全沒有辦法做到任何的事情 好 這邊投石車繼續出 3TC補下之後 可以蓋城堡了 但現在城堡不知道蓋哪裡 雖然可以考慮蓋正前方 但這邊有工程器製造所 所以讓vip這邊會猶豫喔 不知道蓋哪裡比較好 如果不知道蓋哪的話 可能就蓋這邊吧 這邊的高地蓋一下 該是往右蓋城堡 空下外面的野精 可能也是不錯的選擇 好 結果vip把城堡蓋在左邊的位置 要守護自己家裡的農田 那這邊奴炮直接被拆掉了4台 3台才對 第4台來不及 還是戳掉了 哇 果然奴炮被勞印全部解光 沒有奴炮之後 印加這邊的壓力就會很小了 現在只害怕騎士跟弱馬單位而已 這邊只衝城堡中心 也不管到底有沒有 城堡中心在防守 這就是老鷹很難產的地方 城堡中心怎麼打 都是一滴血 這邊是5加1 所以打一下只有一滴血 好 這邊想要使用數量壓制嗎 但是騎士數量也是很多 可能會有點打不太贏 這時候又已經點下了手吹車技術 增加一下自己的經濟 那VIPER這邊還是努力的在挖石頭 挖石頭的人數有點多喔 這邊要打算直接前壓嗎 可以蓋城堡了 如果能把中間這個地方拿下來 就會很好 看要不要直接用大量騎士壓過去喔 跟這邊老鷹做個對決 好嗎 這裡沒有打算了 那可能要把城堡蓋中間這個位置 蓋在高地 騎士跑掉直接棄手家裡 好 頭子車一出來被解掉 用僧侶去招想老鷹 不太明智 但還是招想到了一隻 這裡開始展出了奴炮像 奴炮像打老鷹 印象中沒有特別優勢喔 一定也要到數量可能度的情況下 才能打出這個奴炮像的價值喔 哇 結果中間被蓋 給了一座城堡 打開我後方 其實是後面做到一點事情 OK抓到了一些村民 但中間這根城堡 可能會被蓋起來 大量的老鷹也是繼續補了過來 輕騎兵過來擋一下 右邊這一棟城堡 可能會來不及蓋好嗎 右邊只剩下75% VIPER這邊才剛到75%而已 兩邊可能會 基本上是同時蓋好 這邊城堡蓋好之後 把村民收一下 這邊騎士做到了很多事情 擊殺掉了12隻的村民 兩邊村民術殺敵術是差不多的 老鷹回來救一下之後 應該是能擋住了 那目前右這邊是4TC開農 MIPER這邊是3TC農 而且城堡挖了很多 挖了3棟城堡出來 這邊開始產自爆桶 去炸右的城堡 這個距離夠近喔 一出來是可以炸到的 右這邊是沒有決定 要把前線的這個城堡按自爆桶 當然是有點放棄這棟城堡了 這裡也可以按台衝車 開始頂一下 OK 轉出了奴炮像之後 又 應該去爆老鷹就可以了吧 感覺老鷹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後期還有織物盾 防禦力也是很高 這時候又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但MIPER這邊為了按自爆桶的關係 按了非常多的肉 炸個一下血量殘血 升一千多滴 看來是有意想要 防守嗎 阿爾非常多的老鷹直接過來解衝車 衝車第一時間被解掉 但MIPER這邊轉出奴炮像還沒有成型喔 現在完全是單打獨鬥的勢力阿 剛剛有點難扛得住這邊老鷹喔 只能用城堡擋住 但還好這邊城堡數量夠多 又扛住還不成問題 目前村民處來說是MIPER領先 115村對長78村 但實在上來說是非常落後了 這個城堡還是 棄手了 剩500滴血 後方還是有少量老鷹衝進去 MIPER這邊農田到處灑 異次元農田就是這麼的韌性 想灑哪裡就灑哪裡 這棟城堡剩400滴血 補下了二房 但MIPER這時候沒有意識到 又這邊已經轉出了帝王時代 右邊蓋一個新的城堡 繼續空圖 結果蓋城堡村被抓到 哇這個抓到很關鍵阿 又抓到這些村民 可以補正一些經濟烈士 而且現在已經升到帝王時代 還有時代上的科技優勢 這一波抓到非常賺 好終於把這個前面的經濟空下來 因為後面準備要來斷經了 又則是把前面的黃金給控住了 左邊有少量的肉碼 再做一個反擊 圖炮箱越來越多 但是打老鷹 還是有點癢 數量還不夠 OK 這邊終於解掉少部分的燒了 奴炮箱越來越多 看來是沒有打算來升到帝王時代了 現在MIPER這邊的想法 是要趕快把自己奴炮箱的數量給堆疊起來 有一定的數量之後才有可能變成形成戰力 不然單打獨多的奴炮箱 其實不太能夠擋住老鷹的進攻 好 這裡也是按了二級公子升級 好 當然這一波的衝進來 可能也會有點難打 約奴炮箱走的速度實在是太慢了 轉了一些肉碼過來解一下 好 奴炮箱 繼續往下走啊 好 在下方蓋了一個新的城堡 下方還有少量肉碼 這邊老鷹直接回頭反擊 哇 這個老鷹很扛啊 我炮箱打的老鷹真的是有點偏癢 OK 最後還是解掉 這時候又已經點下了三攻 老鷹的傷害又來到最高了 而且防禦已經補好了 遠防吧 再補個之屋盾 遠防可以高打死喔 好 強弩也是打一滴血 但現在白鷹的問題是 正面有點卡不太住 現在要升帝王時代有點困難 前方的黃金完全被壓住 好 老鷹再進去衝了一波 右邊的城堡也在防守當中 這邊挖了很多石頭 但黃金一直有點稀缺的感覺 好 在雲中炮箱 真的扛不住老鷹的傷害 好 但後方有城堡幫忙輸出 但城堡快被打掉了 劇情都是在下方輸出當中 但若們想過去結 但下方有非常多的長槍兵 跟老鷹在守著 所以這一波也沒做到任何事情 好 又結到右邊的騷牢 白鷹這邊看來是真的很難 升到帝王時代了 劇情一直維持在十隻左右 這個數量是很難扛得住的 而且如果這棟城堡又被拆掉的話 待會兒劇情的生產速度 就會更差一點 OK 少量劇情走到右的家裡 去做騷擾 但騷擾的東西並不多 反正是自己家裡一直被老鷹流進來 有點受傷 哇 這時候才等一下一擊挖金 一擊挖死 難怪經濟有點慘啊 花太多村民去挖石頭跟黃金了 結果挖出來的東西也沒有效率很好 哇 這裡被戳到非常多村民 村民差距越來越拉近了 現在差距只剩下25吋而已 好 硬家老鷹繼續飛了進來 正面硬扛 奴炮象在後方輸出 能夠抵擋的下來嗎 看來是沒有辦法啊 雖然串燒看起來威力很強啊 但是城堡掉了之後 只剩下兩棟城堡 可以再繼續鏟出奴炮象 哇 這個直接被貼上來之後 老鷹直接爆打一波 奴炮象完全扛不住 老鷹的進攻 老鷹直接硬生生 把這些大象給吃掉了 好 左邊的奴炮象也是繼續騷擾 但問題不大 而且這裡有產出老頭去做招翔 所以要擠到這一坨奴炮象也不是問題 正面買盒快要扛不住 妥了一個彈道學 想要讓城堡設的更精準一點 好 奴炮象直接變成右的 設置奴炮象Get OK 硬家這裡再補下一個 縱斧技術跟神權政治 看來招翔路線再搭配老鷹無腦衝 就可以解決了 待會真的很缺黃金的情況 待會還可以再轉個槍兵 這個疾病的升級 還有槍隊長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人家是打輪炮象 你轉槍兵的話也可以上前硬戳 哇 這個看起來毫無懸念了 又看起來要贏了 VIPER好像 感覺不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這主要是因為前面這兩塊金 又被挖走了 這兩塊他的附金如果沒被挖走的話 可能會好打一點 那被挖走之後現在實在太缺金了 好 點了一個二級挖金 看這邊黃金礦已經被控制住 由我的家裡 奴炮象 在家裡防守 但移動速度太慢了 勞運的機動性實在太好 好 VIPER現在已經完全斷金 沒了 看起來是BBQ了 毒炮象只剩下少量的六隻 老鷹已經衝到農田處 各種爆打一波 然後VIPER這手打出了GG 又出了兩百隻的老鷹 加上 VIPER這邊出了一百零九隻的輕騎兵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老鷹的數量實在太龐大了 被他護取那樣的黃金太多了 VIPER的兩塊附金 全部都被幽給奪走了 他自己的附金也是吃好吃滿 雖然野精的部分被VIPER給控制住了 但野精的數量是很稀少 只有三塊黃金而已 所以導致VIPER後期 沒有辦法點上帝龍時代 也沒有辦法轉出更大量的黃金兵來做反制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VIPER拿下食物跟木頭的勝利 但黃金整整輸了快八千 但是石頭卻贏了兩千 但黃金輸這麼多 就意味著自己沒有更多的黃金 可以轉出更大量的黃金兵 只能用垃圾兵去反制 而且毒炮象打老鷹來說 也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所以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如果VIPER這場打的是大象 然後配青奇兵的路線 可能會不錯一點 畢竟大象能扛住老鷹的正面突襲 而且青奇兵也可以去抓後方老頭 這個搭配組合 可能會更適合這場的比賽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大家可以經營的 我們下次見 還會不會在一起 再見 我們下次見 你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